新台灣人戴維斯報銷 胡緣找來擁有NBA自力的新洋將 席樂頂替 首戰槓上台營 他和海綿寶寶之間的重磅對決受到矚目 頂替戴維斯 不能沒有兩把刷子 想要扛住泰勒 則是不能沒有肚子 遊戲訓練先對海綿寶寶 賞出一發驚天麻辣鍋 一六燕還能跑到前場加入快攻 把這兩分擺進籃框 首節席樂攻守俱佳 對手則有泰勒和單捷猛砍 十二分的陳順祥雙劍合併 這波籃下一打三得手 拉出一波十比零攻勢 收接打完 他贏以二十二比十六領先 上半場蒲原陷入苦戰 歸咎於團隊前兩節發生多達十次失誤 這在衛冕軍身上可不常見 第二節蒲原改用全場壓迫防守 讓經驗相對不足的對手 失誤一樣節節高升 前七分半鐘發生多達四次失誤 衛冕軍趁勢縮縮小差距 並以三十六比四十進入下半場 排行榜上富邦勇士虎士丹丹 蒲原本週面臨龍頭保衛戰 絕對不能在第一站就站在台英手上 第三節一籃後 立刻用一波六比二的小高橋後來居上 雙方隨後陷入拉鋸戰 只有簡號埋伏底線 送出一發三分重砲 終於喚醒了蒲原成績已久的外線攻勢 領警榜四十五度角漢帝拔蔥 從四十八平手開始 蒲原以一波十比零猛攻 一度取得雙位數領先 並以六十一比四十五進入決勝節 台英在前對蒲原已經吞下了二十連敗 維持大半場的領先優勢消耗殆盡 難道今天數字會再往上加碼 兩隊一直維持五分左右差距 攻下全場最高二十三分的陳順強 拒絕再吞下去 獨秒階段外線開火 兩分差距 台英保勇一線生機 最後十四秒邊線球有機會追平 結果竟然發生了致命的發球失誤 球權交替 台英只能動用犯規戰術 賭到陳紫薇兩發中一 台英拼追平的最後一波 黃佳銘搶投三分落空 比賽結束 莊長不願意七十八比七十三贏球 拿下本季的第十五勝 瓦奇詢問 綜合報了 任務府 美鳳梁 感谢观看